哈喽,大家好,今天小卢又来带大家看帅哥了,我们今天的主角那就是帅哥王一博,最开始认识他是在天天向上,在节目里,他真的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,节目的颜值担当,跳舞也很好,演员不错,但了解不多,后来电视剧陈情令上线,才发现他的演技超级棒,再有肥理的表演,也真的是帅一脸那。 少年感十足,现在已经是综艺节目里的导师了,帅气的一博真是越来越棒了,作为节目颜值担当的王一博,他有哪些让人过目不忘的优点呢,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,王一博第一眼看上去,感觉脸上肉肉的,一是由于他年纪小,皮肤富有胶原蛋白,二是因为骨相相对较少,皮肉较多的缘故,说真的王一博已经很瘦了,但上镜后,还是有点肉肉的, 但他的脸真的超小,这也让他显得更有亲和力,邻家大男孩感觉哟,接着,咱们看王一博的鼻子,俗话说得好,面部一只花全靠鼻当家,处于面部的C位,鼻子可是不同,王一博鼻型高挺,但又有点肉感不过于凌厉,侧面90度,或者是45度,都更显立体,配上清晰的下额线,精致微翘的下巴, 妥妥的侧颜纱,向全世界安利王一博,最后,咱们再看一下眉眼,王一博是眉眼细长上挑,有种单凤眼的感觉,他的眼白稍多,特显奶气,浓眉修长,略微上扬,在一些舞台中,需要眼妆化得更浓时,就会显得眉眼间距更近,面部五官就会更有棱角,人也会更精致, 好啦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,大家记得帮小卢点赞加关注哟,爱你们哟